全部馬不准备 搭檔四場四班 有六五零米的泥地賽準備 好 你一起步的時候 勝利紅心慢閘 前面快的馬中間有奪目商人 數到大將軍內蘭兵工廠 外面第四位四號馬還有明列前茅 中間六三就是這個豐華聖甲 大外檔是金碎紅衣 中間黃眼爪就是齊大勝粉紅衣 涉入內蘭有這隻勝利紅心 在中檔位置就是敬進才智黑衣 外面時來豐頌 後面三隻 輕月直前內蘭尾三 在後面一隊神奇飛龍 包了落尾藍衣 就是那隻很爽趣 開始跑到對面直路 前面帶頭的馬有一隊 內蘭是大將軍外面明列前茅 最出六點二倍黃眼爪就是齊大勝 內蘭兵工廠就是白衣 中間有奪目商人 大業門42元 在外面紅衣金碎走上去 再跟著中後搭有時來豐頌 後些神奇飛龍內蘭勝利 紅心中間豐華聖甲 在後面的馬 敬進才智尾三 內蘭輕月直前 外面肯定三位 就是很爽趣 看能不能追 轉回中間 大將軍內蘭中間明列前茅 外面金碎 在後面的內蘭第四位 還有兵工廠 中間奪目商人 外面黃眼罩 第六位粉紅衣 有齊大勝 再在外面一隊 時來豐頌 神奇飛龍都要走 後些才有勝利 紅心內蘭 中間輕月直前 最後才有很爽趣的馬 鬥到最後三百米左右 前面透出 有這隻大將軍 和明列前茅 奪目商人 中間沒有位 見到涉內蘭還有兵工廠 中間位置還有這隻金碎 最後二百米 大將軍鬥著明列前茅 外面有奪目商人 內蘭是兵工廠 最後五十米 外面奪目商人 中間第一名 相當接近奪目商人 第二名 冰工廠 大將軍也很有機會 跑過第三 結果這場賽事 一奈就一奈 內蘭那隻就是兵工廠 一路側起頭 就是這場的頭馬 外面奪目商人 跑第三名 就是大將軍 第四名名列前茅 奪目商人 幫潘頓贏回一場 最後變成大業盤 四十二元 冰工廠 這場賽事 也算是穩定的位置 一路都沒有位置 跑一條Q 大將軍跑第三 明列前茅 第四 結果今場 一打六的連贏位 潘頓踏雷臣 有二十六倍 想不到哪隻放 原來是明列前茅 就走去放 好過頂起外跌 他想著可能 頭段做了一個二十九秒幾的步速出來 都頗誇張 終於重配回贏馬 潘頓 潘頓 這隻 都是鞍皮仔二號 很頑皮 整個 剛才走一圈 還在打腳 上一次跑的直路 把頭轉側 潘頓搞得碰你了 這次跑的 很順順 是啊 其實騎士就知道怎樣搞他 跑了這麼多次 蘇寶羅 今天雖然出馬 不多 只有四隻 但是 天少 勝利勝將 都是一些有機會的排面馬 來的 Michael 經常都說 這個馬房 有開就有了 他都很喜歡 部署一起來的 這把都是 另外一隻很忠心的 就是大將軍 哇 他一遇到一些萬步速 總是在這裏 無論是菊草 田草 泥地 總之萬步速 也有一隻 最近那一次 就是跟共創美 很囂張的 又是萬步速 很有趣 這隻馬 很忠心 潘頓 在前面 經常都賺點形勢 贏到一邊了 但外檔被人頂在外面 也不行 看看今天怎麼跑 勿四檔 這隻奪木雙人 大將軍就在內面 這次奪木雙人 你看到祖奪明 肯押幾步上來 怎麼跟上次那些 按住去 任期去墮退 加上你再沒有 什麼馬放 如果你像上次那樣 就只能搞 這些就是 正常跑法 最好就是 有一隻明列前茂 上來遮遮他 更容易流 他在想 免得走三碟 結果是自己放 自己放 沒斷又沒那麼厲害 反而這場 你看到杜滿來的金瑞 真的又不是很積極 起步沒多久 你一頂就一定四碟 我只是想他放 跟上次的潘頓 那些跑法 都很明顯不同 其實在大家鬥慢的時候 他都不想走 原來都不是很大力走 那你不記得 這個騎士賽牌那隻 開心的那隻 每天排著打 開心飲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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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隻什麼呢 勁飛場 那天說到口臭 那天真的 總之你要繼續 這位騎士一封 就是這樣 木雷拉 現在看 有千山速度就可以放 木屑位 一直跟著大張 大燕本那隻 很想去拉出去 又不是很衝的 這場 對 在開面 直接沒什麼 對 防空了 可能這場 步速不夠快 頭團29秒25 一天都知道 大件事 那些位 但也沒有理由這麼差 跑包尾 那樣 競選才子都叫衝一下 看看正式派彩 第一名一號的奪木 雙人度人排四十二個半 米子排十四個半 跑第二名六號的兵公 好